好,那現在來教我們這個聽眾朋友怎麼喝茶吧 好啊 那一般我們拿到茶葉我們會先做什麼事 一般拿到茶葉我們就是會去看它的形狀 對,像我們這個高山茶一般就是作為球狀這樣 然後再去聞它的香氣 需要用手嗎?不用叫手戳螺嗎? 不需要,因為其實茶它非常會吸附味道 像你如果手有味道或者是有油的話 就會破壞它的原味 對對對 那一般茶水的比例是怎麼樣? 像你這一盒是大概幾cc? 這一盒的話大概100 油浴到遠 120cc左右 對 比例的話像高山茶的話 我就是茶葉鋪底就好 哦 對 薄薄的一層這樣子嗎? 對對對,薄薄的一層 因為我剛剛看了以後有在秤重嗎? 嘿 對 然後像我們第一炮的話 會給它溫潤一下 因為它是... 熱湖就對了 對,熱湖 然後因為它是球型的話 我們第一炮會讓它先舒展一些 然後第二炮它就會非常好舒展開來 嗯 對 那第一炮大概要幾秒的時間? 嗯 大概五秒就可以了 嘿 因為其實你浸泡太久它整個舒展開 它整個茶質就都在裡面 那第一炮到底要不要喝? 第一炮喔 其實這問題有很多爭論 很多人在問 但現在基本上其實我們 做茶的環境都非常的乾淨 嗯 因為以前說洗茶 但其實現在 我們的做茶的環境啊 然後整個製程都相當的完善乾淨 其實第一炮 有些人還是會選擇不合 但我... 我懂就是看你買茶葉的價錢 如果是比較好的茶葉 其實第一炮是可以 是很營養的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的是廉價茶 低泡最好沖掉 因為可能農藥很多 對 所以我們喝的高山茶 一般環境都很好 嗯,是 可是人家在養壺 不是在泡完之後 那個熱水還要淋一下壺生嗎? 那養壺一般來說是紫砂壺在養壺 所以我們真的是磁器的就沒有 對,磁壺就... 它不會吸附 對,它不會吸附 一般我沒有在養壺 對,因為像我泡高山茶 一般就是拿磁壺來泡 對 磁壺跟桃壺的差別在哪裡? 欸,磁壺跟桃壺 磁壺它的... 毛細孔幾乎為理 然後桃壺的話它會有一些氣孔 對 對 因為它們的土胎的性質就不太一樣 欸,磁壺它的毛細孔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泡清香型的話 它的香氣表現會比較好 喔 對 那我們需要拿所謂的紋香杯嗎? 紋香杯喔? 欸... 一般來說沒有要特... 特別紋香的話 其實一般的杯子 它香氣表現就非常好 我知道那個好像都是在品茶的時候對不對? 對 好,我們現在終於要喝第一杯茶 來,一般你都是怎麼樣? 先聞香氣嗎? 對,你可以先... 觀察它的湯色 喔,湯色 對 好像都很漂亮喔 都是金黃色 對,其實一般我們好的高山茶 它的湯色的話就是會... 呈現像這樣的... 蜜綠金黃這樣 對 然後你再去聞它的香氣 就一股那種非常... 對 淡雅的花香 然後像你高山茶你會泡幾遍? 欸...一般來說我們高山茶大概就... 四五泡 四五泡 四五泡我覺得算... 味道都還蠻不錯 嗯... 嗯... 然後時間就慢慢拉長 嗯... 像我第一泡就大概控制在... 一分鐘以內 嗯... 然後第二泡... 大概也是一分鐘 然後後面就慢慢的... 加長它的秒數 對... 讓它... 這個... 出味出得更久 像喝完後你也可以聞一下它的... 杯底香 喔... 你喝茶怎麼喝啊? 有分時段嗎? 就是餐前餐後啊? 或是三餐? 欸... 我們通常中午吃完飯再泡一泡 然後... 晚餐也會再泡一泡 對 喔...就一天兩遍這樣? 嗯...一天兩遍 然後可能就... 兩三種茶這樣喝 喔... 對 嗯... 可是這幾年蠻流行 所謂的這個... 紅茶對不對? 紅茶對 包括日月潭的這個紅茶很有名 對... 台茶18號紅玉 嗯... 所以它的泡泡也是像一般的功夫茶這樣泡嗎? 功夫茶... 一般... 我們紅茶因為它是調索狀的 對 然後... 它釋出的那個... 茶湯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 然後它溫度也不能太高 嗯... 所以跟高三茶的話... 泡法又不太一樣 對 它都比較大桶在泡是不是? 欸...沒有 其實我們好的... 茶不能這樣子 太浪費 可以... 都是... 因人而異啊 像你好的茶你要大桶泡 也沒問題 嗯... 對 像我們紅茶 像... 這種調索狀 我們大概就是放... 一個壺的... 一半這樣 大概二分之一 對 然後溫度大概在... 90度 它紅茶的話不用太高 嗯... 對... 然後下去沖泡 它也不用像高三茶可能要到... 一分鐘這樣 它大概二十秒就可以出湯 因為它調索狀 所以... 釋出的茶質非常的快 嗯...對 球形的話 因為它要慢慢的舒展 所以它的浸泡時間要... 比紅茶再久一點 所以你這邊什麼茶都有啊 欸...我們這邊的話像... 主力是高三茶 台灣的烏龍茶 像高三茶 嗯... 或者是洞頂 洞頂烏龍 培火的 還有大陸的普爾 鹽茶都有 嗯...對 對 哇...講到普爾好像這個... 前幾年大陸炒作的那個很盛行對不對 是啊... 現在可能比較正常 恢復常態 欸...其實... 你如果有在注意的話 其實... 像... 它其實你看那一桶那種百年的... 還是創新高 那個都是天價 對...創新高 對...我懂 所以還是有它的市場就對了 對... 嗯... 好...那最後給我們一些聽眾朋友推薦好不好 就是如果說... 呃...要入門要開始學喝茶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 就是像... 譬如我們喝這種高三茶的話 因為它是輕發酵的 所以我建議是... 不要空腹喝 嗯... 可能... 對胃會比較有刺激 對... 好像會傷胃對不對 欸...不至於傷胃 但是有人胃可能比較... 不好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反應這樣 對... 而且我知道茶也不能當水喝 對不對... 欸...不能...對... 就是不能夠完全把茶取代水 就是... 喝茶還是要喝水就對了 對啦... 如果是要補充水分帶是喝水 對... 嗯... 好...今天非常謝謝老闆為我們介紹 喝茶的一個小嘗試 謝謝 謝謝 謝謝